大家好 欢迎回到市区社 2003年 台湾曾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 女保险员在西修店内被人暴力侵犯 惨遭杀害 凶犯之残暴被称为台湾食人魔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这起案件 而是该案的关键人物 一个电子设备行的老板 赵迎昌 赵迎昌当时恰巧在店铺内收购了被害女保险员的笔记本电脑 他果断报警 因而协助警方及时破案并逮捕了凶手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仅仅七个月后 发生在女保险员身上的悲剧 竟然也在她的身上上演了 赵迎昌遭遇了同样的作案手法 并且围绕着她的遇害更是疑云重重 这可怕的巧合令人不胜唏嘘 2004年7月15日 一名灵性工程师在有人的陪同下来到警局报案 这名工程师看上去满面愁容 颇为紧张 他声称自己有可能卷入了一宗命案 但受害者是谁他并不知道 这位工程师的名字叫林俊成 住在台北 一个礼拜前的凌晨 他在台中的女友突然打电话过来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让她过去一趟 并且还威胁说 如果不去那就分手 林俊成于是不得不赶紧乘车赶往台中 到了女友的出租屋后 他看到屋内摆着一大一小两个塑胶袋 女友让他帮忙搬到楼下的商务车上 说这些都是不要的垃圾 要拿去丢掉 在搬运的过程中 林俊成发现这些垃圾重得离谱 便好奇地询问女友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重 女友解释说 这是室友留下的日本充气娃娃 没什么用了 所以丢掉 之后林俊成又发现 手上竟然沾上了血迹 而女友则不慌不忙地告诉他 这是新型充气娃娃的人造血 就是为了更逼真一些 林俊成追问说 那为什么不直接丢到垃圾桶里呢 女友不耐烦地抱怨道 如果可以丢的话 我还需要这么麻烦吗 尽管林俊成内心已经有了一丝疑虑 但也许是因为累坏了 也就没有多加过问 他并没有去确认袋子里的东西 之后他便和女友开着借来的商务车 将不要的充气娃娃丢弃在了杂草丛中的大洞山中 做完这一切后 女友送了两件礼物给他 一部手机和一把菜刀 是不是挺诡异的 哪个情人会送对方菜刀呢 林俊成也这么想 但他不敢说 不仅如此 他还在女友的屋内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爱得越深 伤得越重 《情字歌汉人》这样的语句 他和女友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上的问题 那他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内容呢 林俊成悄悄带走了这张纸条 这一切都让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那两个袋子里装的真的就是充气娃娃吗 如果真是尸体的话 事后女友会不会将罪责全部推给自己呢 思索再三后 林俊成还是带着手机 菜刀和那张纸条来到了警局报案 警方对林俊成的故事也是半信半疑 但考虑到他并没有捏造的理由 再加上 如果这都是真的 人命关天可马虎不得 于是连夜驱车从台北赶往台中 凌晨时分在大渡山中展开了搜索 在这片人机罕至的杂草丛中 如果没有人特意指引 要找一具被丢弃的尸体 无异于大海捞针 数十名警员在仔细地搜索后 终于找到了林俊成所说的那个较小的塑胶袋 塑胶袋装在一个帆布袋中 打开一看 不仅是在场的警员连林俊成也被吓了一跳 这里面竟然装着一颗头颅 他这才肯定 自己的确做了女友气势的帮凶 而眼见的警员也一眼就看出 这不正是前不久才帮忙破获 重大分尸案的赵迎昌吗 如今他竟然也成了失踪分尸案的被害者 那么他的身体又在哪里呢 林俊成交代说 当晚他和女友将两个塑胶袋装到帆布袋中缝好后 就分开抛弃 另外一个在大都山的公墓附近也很快被找到 里面果然装着一句无头难事 经过DNA比对 正是赵迎昌的尸身 二号传回家 赵迎昌的家人悲痛欲绝 起初都以为他只是去了外地谈生意 没来得及告知家人 谁知再见时已经是身手易出 34岁的赵迎昌不仅是电子设备行的老板 同时还是台中最年轻的狮子会会长 狮子会是一个以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的社团 他平时非常热心公益 帮助贫困家庭时总是冲在最前面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大半年前 他曾热心协助警方侦破大案 成为了地方家话 赵迎昌不仅事业得意 家庭也很美满 他与妻子结婚多年 育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六岁和四岁 那么这样一个好好先生 怎么会被人下此狠手 伸手分离呢 要找到这个答案 那么就得回到林俊成女友的身上 毕竟找人帮忙弃势的就是他 就算他不是凶手 也肯定知道些什么 就在警方打算联络林俊成女友时 他的电话却先打了过来 这通电话是打给林俊成的 警察叮嘱他冷静下来 千万不要引起对方的怀疑 并以吃饭为理由约其出来见面 当天晚上六点 警察埋伏在他们约好的地点 等待着林俊成女友的出现 然而 当警方看到这名女子准时出现在相约地点时 他们实在很难将她与杀人凶手划算等号 林俊成的女友叫黄丽艳 她只有不到1米5的身高 长得也很瘦弱 乍看之下 根本看不出她已经38岁 便对警察的到来 她没有过多的反抗 无奈地跟着警察回到警局 当警方问其余赵银昌的关系时 没想到她立刻就痛哭起来 她告诉警方 自己在2002年时 因为修手机解释了赵银昌 当时已经成家的她 与已有男友的黄丽艳看对了眼 双双出轨 尽管明知这是一段不伦之恋 但二人还是爱得浓烈 2003年时 黄丽艳更是发现自己有了对方的孩子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赵银昌不仅让其拿掉孩子 并且还提出了分手 而且她平日里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 私下却会对黄丽艳动促 7月9日晚 喝醉了酒的赵银昌 来到黄丽艳家中求欢 被拒绝后 二人起了冲突 进而大打出手 据黄丽艳说 赵银昌手持了一把菜刀 她趁其不备抢了过来 并警告对方不要靠近 但赵银昌仍然冲了过来 由于速度快力量大 导致黄丽艳手上的菜刀 刚好卡在其脖子上 最终造成她失血过度而死亡 黄丽艳对于赵银昌的死 给出了这样一个答复 她承认自己是误杀 但她的说法 警方却不买账 如果赵银昌真的刚好撞到了菜刀上 为什么她不第一时间报警呢 而是将对方的头砍断呢 对此 黄丽艳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她觉得这样不好看 没错 她之所以让男友伸手分离 是为了更好看一点 随后 她叫来了林俊成帮忙弃势 并将赵银昌的手机及菜刀 都给了林俊成 而在这两件物体上 也的确验出了赵银昌的DNA 难道事情真的就像她说的这样吗 半岸警员看着眼前这名轻瘦柔弱的女子 她真的能砍倒178公分的成年男子吗 她的眼中没有一丝凶狠 有的只有柔弱和处处可怜 可案子越是绊到后面 大家越发觉得这名女子不简单 她应该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很快 法医的鉴定打破了黄丽艳的谎言 赵银昌尸体上没有外伤 致命的一刀干净利落 根本不像她说的是意外 而且在其体内还检验出了两种强性安眠药的产分 如果是这样 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弱小的黄丽艳能够将高大的赵银昌一刀毙命 她应该是先用安眠药迷倒了赵银昌 然后将毫无抵抗能力的对方残忍分尸 案情发展到这里 面对警方的询问 黄丽艳并没有慌乱 她很镇定地说自己的确说了谎 自己确实不是过失杀人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杀人 真正的凶手 其实就是那个一只爱着她的男友林俊成 2000年时 黄丽艳在台北参加一个联谊活动 结识了林俊成 随后对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进而发展成男女朋友 但其实 直到案发时 林俊成和她只是发展到了拉拉小手的阶段 黄丽艳这一次给警察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 案发当晚 林俊成突然来到她的家里 正好撞见了赵银昌 林俊成非常愤怒 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 之后林俊成用枕头闷死了赵银昌 再将其分尸抛弃 由于分尸的过程太可怕 她没敢看 后面的气势也是林俊成主导 自己是因为被其恐吓才会认罪 警察对于这突然的翻供 有点措手不及 但他们还是稳住心神询问道 那么赵银昌体内的安眠药 你怎么解释呢 黄丽艳回答说 那是她死后 林俊成强冠下去的 并且赵银昌平时也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当天到她家中后 也服用了安眠药 警方怎么也没想到 案件会有这么大的反转 难道林俊成是在贼喊捉贼吗 如果正是这样 那么他们岂不是错放了一个杀人犯 于是警方转过头来 赶紧将林俊成又抓了回来 林俊成对于女友的这个说法 是这样回应的 7月9日深夜 黄丽艳打电话让她从台北赶往台中 她到达约定好的地点时 已经是10日凌晨3点45分 而女友骑摩托车来接她时 已经是凌晨5点过 据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是 当日凌晨2点左右 那么如果是这样 林俊成当时还在南下的大巴车上 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二人各自一词 究竟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通过调取道路监控视频 一一证实了林俊成的说辞 并且事件报告也指出 死者没有废水肿的情况 说明她并非是窒息死亡 真正死因就是被锐气割井而亡 在询问过赵银昌的家人 以及调取其平日的病例来看 她并没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再者说 一个男人如果是去求欢 却大老远地过去吃下两种 瞬间可以治人昏迷的安眠药 这太不合常理 案发当天 赵银昌的友人也坐证说 死者在去女友家之前 他们两个在喝茶聊天 一没喝酒 二没服药 这一切都一一打脸了黄丽燕的说辞 此时的黄丽燕 面对警方的质疑 依然淡定自若 她不是强辩就是发誓 滔滔不绝且谎话连篇 她称称 自己和赵银昌的感情很好 但周遭的熟人和朋友却表示 二人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交悟 在案发前一年 赵银昌就已经有意 要和黄丽燕分手 但她心有不甘 便借故到她的店内骚扰纠缠 赵银昌也不怎么搭理 她有时会赖到晚上十点多也不会离开 这样两人在店内经常争吵 甚至是大打出手 赵银昌后来告诉员工 如果黄丽燕赖着不走就报警 而这样的事情非常频繁 一个月大概都会有两三次 不仅如此 黄丽燕还拿油漆 扑过赵银昌的轿车 还曾打电话给其妻子发出死亡威胁 更甚实 她在赵银昌做会长期间 时常对其实施跟踪 有一次直接开走了对方的自用小客车 赵银昌和友人追车要求归还 她不仅拒绝下车 还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将车开上公路 与闻讯赶来的警察来了一段追逐战 直到警察开枪并坐视要与警车冲撞后才停下了车 但对于这些证词 黄丽燕发誓自己和赵银昌感情好得不得了 这些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见不得他们的好 在此开庭时 警方已经搜集到了不少证据 但此时的黄丽燕仍然很坚定 当着警方的面与林俊成对峙 然而 等到证据呈现时 他居然又来了一次令所有人傻眼的翻供 他说 人的确不是林俊成杀的 但也不是我杀的 真正杀死他的人我不能说 因为那个人对我有恩 等他说完这些话 整个法庭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了 一片寂静 也许所有人都在想着同一句话 这个女人究竟在说什么呀 我们知道 大部分人在铁证面前 明智已经不可能再狡辩 要么就是沉默不语 要么就是低头认罪 像他这样心理素质如此强大的实属罕见 而警方调取了他的五部手机 那段时间 与他有联系的就只有林俊成和赵银昌 哪来的什么第三人 在此后的审讯中 警方又询问黄丽燕 你说有不可以说的第三人 那他是怎么行凶的呢 果不其然 黄丽燕又改口了 他说 其实没有什么第三人 凶手就是林俊成 他上次之所以故意这样说 是为了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看看他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警方知道 想要从黄丽燕口中知道真相是不可能的 不过虽然没有他对案情的交代 但整个证据链已经非常完整 案件的脉络也非常清晰 黄丽燕对赵银昌投入了很大的感情 但后来二人产生裂痕 赵银昌想要回归家庭 黄丽燕却不甘心就此放手 他放低身段哀求对方 但似乎并不作孝 因此他由爱深恨 杀性奸起 2004年7月9日晚上11点过 他发了一段很暧昧的短信给赵银昌 表示自己要好好服务他 本来与朋友喝茶聊天的赵银昌 匆匆赶了过去 一步步踏入了黄丽燕的逃色陷阱 到了黄丽燕的出租屋后 赵银昌喝下了早已为他准备好 混有安眠药的饮料 而在约好赵银昌的同时 黄丽燕也诱骗工具人林俊成赶来帮忙处理后续 随后 他将昏迷但活生生的赵银昌一刀两断 取下能识别他身份的戒指和首饰等随身物品 并清理好现场 从后来 他将死者的手机及行凶的菜刀等物品 交给林俊成来看 他不止要林俊成做帮忙弃势的工具人 还要当替代自己成为杀人凶手的冤大头 他相信林俊成很喜欢他 绝对不会说出这一切 可谁知 林俊成早已发现了异样 赵银昌的妻子自死之中不相信丈夫的出轨 认为一切都是黄丽燕的死缠烂塔 最后因为嫉妒杀死了丈夫 他的家人以及检察官都要求法院判处黄丽燕死刑 但台湾的司法此时发动了传统技能 2008年2月1日 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尽管黄丽燕一再翻供不认罪 尽管案件情结严重 但法官考量他曾为死者剁过胎 是因为感情受挫才引发杀机 所以最终判处他无期徒刑 而帮忙弃势的林俊成 则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 民事判决部分 黄丽燕被判赔偿死者家属1380万台币 但他却在法庭上公然表示 对判觉得不屑 随便你判多少我都接受 反正是没有钱赔 我为他拿掉孩子又该怎么算 赵银昌死后 他未还完的200万债务 自然就落到了其家人的头上 为此他关闭了店铺 卖掉了老屋和田地 2005年时 赵银昌67岁的老父亲 每天需要开8个小时的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段不该开始的孽缘 好 本期案件到此结束 不知您对此案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